字幕志祥 上一集我們講解了 很多五人足球的發展、場地和規例 這集我們會詳細講解 五人足球的比賽特典 在參加比賽前 首先講講要準備甚麼裝備 裝備方面 五人和十一人足球最大分別 會是守門員 因為在五人比賽 守門員膝頭落地的機會比較多 而且球場是硬地 所以守門員通常都會帶備護膝 另外,由於球場面積比較小 守門員策動反擊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守門員通常不會配備手套 加強反擊的效率 五人足球場區球員的裝備 就跟十一人足球大同小異 最大分別 由於場地是硬地 所以五人足球員穿穿的會是平底鞋 值得一提的是 由於五人足球比賽 對於球員轉向的速度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亦有五人足球的專用鞋 鞋底比一般平底足球鞋 有更強的防滑效果 五人足球在裝備上有特別之處外 在技術方面和十一人亦會有差別 除了最基本的盤泉控射之外 因為五人足球的特性 所以我們都會用一些專門的技術 以下就是一些例子 因為五人足球球員穿平底鞋 所以很多時候會用鞋底控球及運球 俗稱踩球的方式作為第一控球 五人足球球詳細 防守球員迫搶的速度比較快 而踩球可以更快調整腳下球的位置 以及完全操控皮球 變相所謂埋身搶球的難度就會高了 因為球詳細 五人足球球員很多時候會用比較快的 督球方式射門 不需要拉弓就能夠起腳 在空間小的情況下賺取時間 十一人足球慣常會用長傳高球的方式 越過對方防線,傳球給隊友 但是五人足球詳細 很多情況下會用長傳高球的方式 但隊友距離比較近 用長傳傳高球,力度會太大 所以五人足球球員 經常用跳球的方式傳送高球 由於五人足球比賽分秒必爭 所以當球隊控球在腳的時候 球員經常會以一些小組配合的戰術行為 破壞對方的防守組織 為隊友和自己製造更多空間和時間 以下是其中一個常用的 二人配合戰術行為 遮掩 球員在非持球的情況下 移動到持球球員及對方防守球員之間 作出遮掩 為持球的隊友解除壓迫 創造時間 亦可導致防守方布防的初配 並持球的隊友有更多空間和時間做決定 介紹完五人足球的技術 亦可講解一下鎮息的系統 五人足球賽事有分四個場區球員 普遍陣式為二二、三一及四零 相比十一人足球 場區球員通常都沒有特定的崗位 會透過全球走位互換位置 自由度很大 亦有很多可以發揮個人技術的機會 可觀性很高 我最初接觸五人足球是透過幼苗的教練 在一個粉嶺的圍板場 五個對五個 當時差不多每個星期天都在那裡踢 但當時未了解到甚麼是五人足球 隨後會參加第一屆的港運會 以及Likey5 第一次接觸是Likey5 然後增設了香港的女子五人足球隊 然後就開始接受正統的五人足球訓練 後來有機會出去踢國際賽 再有更深的認識 接觸皮球的機會有很多 四門的機會也有很多 所以參與度也有很多 五人足球有一個地方就是 首先他的停頓時間較少 節奏快 以及刺激度也非常高 五人足球對11人的好處就是 因為五人足球的空間比較小 思考空間也會相對短 在進攻防守方面 你需要很快的判斷能力 在防守方面,如果有一個失誤 你可能會導致輸球 如果對11人來說 你也可以加快你的判斷能力 亦可以令你自己的技術上 或在各方面都可以細緻一點 防守方面,如果有失誤 很容易會導致直接的失誤 而集中度提升後 再踢11人 在防守邊緣上就會有提升 希望大家看完這兩集之後 對五人足球會加深認識 亦會投入這個項目 如果想參與五人足球 或想進一步認識五人足球 歡迎大家瀏覽康文署 和中國香港足球總會網頁 裡面有不同的活動 歡迎大家參與